丹宝丽发出好面始于1985 本栏目由丹宝丽冠名播出 说起今晚美食在北方影响力非常大 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老北京涮羊肉 有一种面食可是涮羊肉的绝配呢 到北京吃涮羊肉 大家必须叠的就是一个麻将烧饼 今天有着30年面点从业资历的中国烹饪大师 为您带来了香酥可口的麻将烧饼 好好吃啊老师 入嘴巴的时候淡淡的咸味 发面有什么小技巧 活面放水温度不能太高了 如何做出层层酱香的口感 大家看感觉在这个薄厚度啊 就是感觉像一张正常的油饼一样的这种厚度 此外想与北方家庭的菜团子 更是家常必备的美食 怎样做出松软可口的菜团子 然后因为这水的温度比较高 你家早了以后浇摹 容易这个不发酵 如果你凉水的话 面它就比较发散 怎样调制美味的馅料 因为这个胡萝卜它比较吃油 如果你要不放点荤油 它吃起来之后啊 比较发硬 简单的面食里 蕴藏着各种烹饭的智慧 精彩 金味面食 马上奉上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始于1985年的单宝力酵母冠名播出的单宝力面香员 我是大思雷 今天我们要教您做的是北京当地的面点 那说起北京当地的这个面食花样非常的多 有很多的代表性的面食 比如说非常好吃的炸酱面 再比如说北京的烧饼 还有北京的油条等等等等 都是独具特色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啊 是老北京人在帅肉的时候必备的点心 麻酱烧饼 咬在嘴巴里面 外面酥酥的 里面香香的 关键是麻酱那个香味啊 吃在嘴巴里面感觉是越嚼越香 那究竟该怎么做这麻酱烧饼呢 今天我们要请出来的是资深的中国烹饪大师 来自北京的傅老师 教我们现场之作 欢迎傅老师 大兵好 大家好 沐欣群 中国烹饪大师 国家高级面点技师 空军烹饪技术培训基地讲师 从事烹饪教学工作三十余年 傅老师我问一下你啊 你看每次我们吃那麻酱烧饼的时候 我都发现 它那个咬开之后啊 它里面那个麻酱是一层一层分布的 我就纳闷了 他怎么给它揉到那个面团里头呢 老师这个难不难啊 它不是揉进去的 它是改成片之后 抹上油 再抹麻酱 然后呢 反复地折叠 卷起来 是卷起来的对吧 卷起来 制作麻酱烧饼的原料配比有 面粉400克 酵母5克 泡打粉3克 植物油75克 芝麻酱75克 盐10克 白芝麻50克 那老师咱就开始嘛 好不好 开始开始 咱现在第一步应该干嘛呢 火面 火面 好不好 烧饼的种类很多 口味也很多 有放胡椒面的 有放这个无香粉的 还有放这个面酱的 我们今天的麻酱烧饼呢 主要是用到这个芝麻酱 我们今天要这个面要把它发一下 用这个担保力的高活性干酱膜 对 咱要用多少呢老师 5克 面粉是400克 400克配5克 酵母的选择很重要 要选择这个发酵速度看 稳定性好 有的时候我妈妈发酵的时候 我发现有的时候她发的比较大 就咬在嘴巴里的感觉比较削软 有的时候发的呢 就比较一般 咬起来的感觉就是比较死的感觉 那比较死的话 可能就是发的不够不彻底 所以就是可能酵母 像我们放的少 放的少或者不稳定 要不就是时间短 酵母很重要 再放这泡达粉 泡达粉 这泡达粉又来做什么呢老师 和酵母一起 3到5克 3到5克 不能比酵母多 然后那水 好 250克 也就是说水大概占的一半多一点 400克左右的面粉 250克左右的水 不是倒进去之后 直接给它搓成团 这现在它变成絮状 对 先搬成面碎 就是用水 活面放水 水不能放 温度不能太高了 温度高了之后 把酵母给烫死了 因为酵母它是活力的一个 对 你放的再多 你如果水温高了以后 它也不会发酵 冬天特异冷的时候 水可以稍微微温一点 一般就是30来度就可以了 30度左右 是吧 对 也就是这个季节 如果是室温还放置的水 那就直接就可以用 如果是冬天的话呢 可能室内温度偏低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稍微加热一下 这样利于酵母活跃起来 对吧 对 抖面要求塞光 然后面要入光 这个手要光 不能沾面 再个面板要光 是 面要光亮 手也要不留痕迹 对 按板也是 不能留这个 留面 对 基本比较光滑均匀 就好了 然后我们放在盆里 让它这个发酵 这就可以让它直接醒发发酵 对 醒发 那这个要发酵多长时间呢 30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盖上一个替布 盖上一个一块潮湿的布 或者保鲜膜封上 现在我们的面团也就发酵好了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老师 好好好 这个发酵好了 明显看出来 体积比之前胀发了一些 哎呦 胀发了一倍 这么渲软的感觉 对 胀发了一倍 闻一闻有面的香味 有淡淡的面的香味 还有那个酸味 对对对 是吧 这是发酵的味道 我们先把面揉一揉 揉滋润的 揉光了 好 揉面的时候要用力 一个腿前一个腿后 这样的可以用上力气 我拿刀切一刀 看这个面有蜂窝 这里面是有那个孔系的 对吧 如果没有发起来的面团 就没有蜂窝 也就是说这个蜂窝 代表里面有那个气体 是吧 对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质感的状态 对 这是我们应该干嘛呢 老师 下地子了 准备做 准备成形 撒上干面粉 把面放在上面 然后改成片 好 这越薄越好吗 一公分左右 一公分左右 也就是说保持一定的厚度的 是吧 对 这个步骤 对于很多主婦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体力活 所以大伙在家里 做这个活的时候 应该也是一个 断裂身体的过程 把它改匀 薄厚均匀 称脂角 不要改成圆形 要改成长方形 然后我们把它上面摔一层油 这是植物油就可以了 植物油 水匀了就可以了 说完以后 再撒点干面粉 为什么还要撒干面粉呢 老师 让它层层的割裂 我们叠三层 这个长度 判断一下 这是一节 先给它叠起来是吧 这叠了三层了 叠了三层 然后再改成片 还不让它加进麻酱 然后到这一步再加麻酱 所以大伙看到 现在它叠起来 不是说叠的之前 就要把麻酱放在里头的 对吧 对 大家看感觉到这个薄厚度 就是感觉到像一张 正常的油饼一样的厚度 是吧 它现在的状态 就是一张正常的油饼的厚度 然后里面其实是有三层的 因为里面有叠过三次 是吧 刷芝麻酱 是 可以用这个柴刀 也可以用刷子 就是把它抹均匀的就行了 抹均匀的 用手也行是吧 我们用刷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给它推开 虽然更容易 但是刷子用完以后 需要清洗 并不需要特别多 主要刷匀的 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特别的香 整个在刷芝麻酱的时候 芝麻酱的风味 就是扑边来 特别浓郁的味道 然后我们放盐 这个调盐的话 这个味道其实就是基础的底味 是吧 香味 香味 万味盐味香 咸味 麻酱烧饼还可以做成甜味 甜味的话就是 加糖 我们现在把盐换成糖 是 就是咸味 要撒均匀的 麻酱烧饼老北京的吃饭 有甜口有咸口 如果吃咸口 撒上精盐 也可以把盐放在这个麻酱里边 麻酱抹完之后 仍然需要 还要再撒面粉 撒上一层面粉 因为麻酱就是稀 但是如果麻酱干了的话 抹不开 所以说要稀 要软一点 然后 卷起来 卷的时候可以一边卷 这么一边撑 让这个面 要撑一下 还要 让这个面更薄一点 这个撑的时候这个过程增加它那个薄度 对 同时也是 我觉得增加它咬的嘴巴里面那种筋性 增加它的筋性 增加它的层次 这个层就多 绝紧就可以了 就正常筋度就好 最好是我们分劲 好 分这个劲的比 长劲的 劲的是长一点 下劲的时候 这个劲的成长型 不能下这么圆的 便于下一步成型 我看您在拉的时候先压它 先给它捏紧 对 给它捏一捏 然后你再给它揪断 捏一紧 这样防止麻酱出来 是吧 对 现在我们把这个劲子做成圆形 捏成圆形 两头 好 捏住 然后合像扎上 收口 折向中间 你手得压一下它 这就出来一个圆形的造型 是吧 这是一个 大小 厚度 让它匀称 是 压一压 尽量让它大小的规则一点 麻酱烧饼表面上需要摘一层芝麻 均匀的一层芝麻 为了防止芝麻烙出之后 掉下去 然后我们刷上面糊 面粉和水调成糊糊 搅成糊糊 好 这很稠的糊对吧 让芝麻摘得更牢固 好 OK 为什么说面糊 刷上一层 为什么不能说水呢 说水 然后芝麻 容易掉下来 哦 也就是说尽量让它变得稠一点 这么一个糊 对吧 芝麻摘得更牢固 对 加的是白芝麻黑芝麻都可以 是不是 白芝麻好看 黑芝麻的吧 可以 白芝麻也可以配着黑芝麻 是 正常的情况下 老北京的 麻酱烧饼都是白芝麻 白芝麻 里面是芝麻酱 外面是白芝麻 对 外面是白芝麻 现在我们把芝麻放在 一个器皿里边 哦 放盘子当中 这样 要准备蘸芝麻了 对吧 对 好 把芝麻摘一下 大家看一看 就是摘一面 摘一面不摘 放在这 摘完芝麻之后 再给它压点了 是 理解 这一定很香 一块烙出来之后 对吧 芝麻给它烙黄了 好 两面黄色 金黄金黄的 我这边电饼称 先给您预热着老师 好吗 电饼称加热 好 加热 180度 是 现在 用拇指的后边 是 把这个饼 整理整理造型是吧老师 对 压平了 你让芝麻粘住 对 然后呢 我们就下一步 让它醒一会儿 醒上5分钟10分钟 为什么这时候还要醒呢老师 因为我们是效目方面 醒一醒这个烧饼更加酥软 好了 现在5分钟过去了 已经醒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也开始正式的去烙 这饼称的预测180度 然后 预热完之后 我们才放这儿油 现在 锅边淋油 然后把芝麻粮饼放进去 就直接可以去烙了对吧 对 大家看这醒了5分钟之后呢 它会比较舒展 所以说一会儿呢 烙出来那个饼会摇起来更加的软 不 所以吃在嘴巴里面感觉就真能达到那种 外酥 里嫩的感觉 背面也涂点油 大家注意到 老师在烙制的时候呢 是那个芝麻那一面扣过来 芝麻里面先抄下 先把芝麻里面烙黄了 麻酱烧饼放入电饼盛以后 烙制5分钟就可以了 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 麻酱烧饼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将400克面粉里加入5克酵母 再加入3克泡打粉 用250克精水 先调制成面絮状 然后充粉揉匀 醒发半小时 第二步 醒发好的面团 擀制成1公分厚的长条状 然后刷上芝麻酱 面粉和盐 卷起来下剂子 第三步 下好的剂子包成小饼状 表面刷上面糊 沾上芝麻 入电饼盛5分钟 中途翻面 香酥美味的麻酱烧饼就做好了 现在准备出锅了 那现在就可以了对吧 来老师盘子都给你准备好 好好好 我们出锅 来来来来 咱们反面先看一下老师 你看看 哎呦也上颜色了 黄 而且侧面我就看得出来 咱那个侧面已经出来一些层次了 哎对对对对吧 嗯 哎呦这太香了 真的太香了 来吧老师 我觉得这一刻呢 配着这个 这个 如果是帅肉的话 出来这个都 这个美味做最后的收尾 这一餐就是完美 是吧 就感觉在北京要是冬天吃帅肉 最后不点一个麻酱烧饼的话 这一餐就差点什么 掰开一个看看 哇 这么多层次啊 大伙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都数不过来的感觉 它的特点就是 又酥 嗯 又软 哎呦我都喝不出来了 好好吃啊老师 用嘴巴的时候淡淡的咸味 因为有盐味 所以说这个烧饼会增香 好吃 而且关键是这种口感 咱那个发酵的明显发酵的很细腻 因为咬到嘴巴里面 感觉外面酥酥的里面那么的软 非常的炫 一咬的时候你发现中间的位置就很多气就被挤出来 然后每一层的话呢 咬起来就是有自己单独那一层一点点断开的质感 所以很好吃 麻酱烧饼是老北京 帅羊肉的逼配 嗯 你也点 好吃 真的妙 咱再给大家教育一下 大伙呢 今天也是 有点收获满满 好不好 好 咱再做一个什么呢老师 菜团子 菜团子 哎呦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北方 都受北京的影响 都有 菜团子是一个老味道 老人特别喜欢 很多孩子可能都没吃过 那究竟该怎么做 咱现在 让老师教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看让您值得信赖的有始于1985年的 丹保利酵母冠农播出的丹保利面香园 我是大嘴 今天我们教您做的啊是北京的面点 刚才做的这个麻酱烧饼吃起来的感觉 哇 真的找到在老北京上完肉之后的那种痛快的幸福感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菜团子 这菜团子呢老一辈的人对它很有情节 因为呢很多老一辈的人是从小吃它吃到大的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对菜团子也是清代有加 那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出来菜团子那种传统味呢 该怎么搭配那些蔬菜 才能让这道面点做到营养均衡呢 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请回我们的傅老师 给我们好好地碰调一下 欢迎傅老师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我刚才说的这菜团子啊 是老一辈的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面点 这个关键您认同吗 认同认同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因为细量比较少 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道面点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发酵果所以咬起来还没 没那么的这个拉嗓子 咬起来还挺轩软的 是不是老师 今天我们做的是哪一种风格的 初凉细凉结合的 老少介意的 对一种菜团子 那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老师 行 制作菜团子面团的原料配比有 面粉300克 玉米粉200克 温水250克 酵母5克 泡打粉3克 小苏打2克 葡萄面粉300克 加上玉米面200克 也就是说它俩配在一起只好一斤 对 一个6两一个4两 对对对对 然后呢合在一块 好 合到一块需要用温水和面 为什么要用温水和呢 因为玉米面 凉水和面它发散 包的时候不容易把馅包住 水的温度大概是5度左右 可是您不加酵母吗老师 然后第二步再加酵母 鲜红温水活上再加酵母 对对对 然后因为这水的温度比较高 你加早了以后酵母容易不发酵 如果你凉水的话 这面它就比较发散 现在开始和面 是 可以 拿一个擀麦杖 是 棍儿 擀麦棍儿 然后再拍了一角 给它拌匀了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做这个玉米面的一些面点 都会加点什么动物面之类的 还可以加点黄豆面 黄豆面 根据个人喜好 只要豆面 它的营养更全面 老师 这个玉米面的菜团子 您觉得活的时候 这个面条硬一点还是容易的 软硬合适大概是 2比1吧 面和水的比例是2比1 也就是说我们这500克的面粉 这里面是300克的面粉 200克的玉米粉 是吧 500克 组成500克 然后加上250克左右的温水 对 然后现在我们加酵母 千万不能提前加 对吧 5克左右 然后为了发的速度更快一些 我们放点泡打粉 泡打粉 这个是要加多少克呢 3克 加快它发酵的速度 对 加点苏打 是 小苏打 2克 小苏打吃起来菜台的皮 颜色比较好看 吃的时候更香 明白 明白 然后我们下手 好 给它和匀的 是 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动手去和了 对 刚才我们加的50度的水 千万别在那时候加酵母 这样的话就可能 是酵母是酵母 对 酵母就杀死了 对了 杀死了 这个面条相当来讲比较弱 是不是老师 软硬包馅 包馅的时候 它皮不破的原则 你看 里面的软硬 基本上是合适的 好 但是现在还没有揉匀 是 还有该的 一定要揉匀 是 可以倒出来 揉匀 用力揉 嗯 该的和湿的 要充分的 揉匀它 明白 揉压之后 让它醒上 10分钟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发面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揉开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一边揉的时候 一边利于它酵母 开始发挥作用 对吧老师 对 揉的时候 折过来 用手掌 用力 往前推 推完之后 再 卷回来 现在面揉光了 揉好了 我们让它发10分钟 也就要醒10分钟 好 放在一边 也就是这时候 我们就要放在旁边 去正式发酵了 对 发酵了 这个10分钟的时间 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 相对温暖的环境里面吗 可以 放在温暖环境 发的比较快 但不能日晒是吧 对不能晒 温度不能过高 现在夏季 放在室内就可以了 室温下就可以了 正常温度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调馅 好 制作菜团子馅料 需要的原料有 胡萝卜 芹菜 花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 猪油 葱油 香油 盐 葱姜 胡萝卜切成丝 然后焯水 焯了水之后 剁碎 把水给它挤干 现在已经把水挤了 比较干爽了 是吧 干爽了我们加调料 好 姜沫 好 姜沫来一点 大概有10克 是 猪油 猪油也要加点吗 因为胡萝卜比较吃油 如果你要不放点昏油 它吃起来之后 要发硬 太肥了 是吧 25克 好 大家也可以放点五花肉丁 对吗 对 也可以放点五花肉丁 是 放五花肉肉米 这五花肉切的很碎很碎的 放点葱油 这是大葱炸的油 有香味 淡淡的葱香味 这里边还有一块葱花 找到这个颜色 把葱捞出来就不要了 要这个油 是 这里面就是有淡淡的葱香味了 香葱味 这都是给素馅增鲜的 是吧 对 放到10-20克 是 盐 盐 调味 10克左右 好 然后 为了营养全面 盐色好看 我们放点香芹 好 芹菜 用水烫一下 过凉 然后再切成丁 就可以用了 放到里边 非常非常 哔哩哔哩的 对 放点花椒面 这个也是增香 闻一闻 好香 我更喜欢 在家里把花椒炒熟以后 一样脆 就叫花椒面 是的 或者叫花椒粉 直接用的花椒粉的味儿 不如自己烘出来 自己炒的 比较纯 比较香 就是 给一点点 大概有5克 OK 还有放点葱花 放葱花这一步 放到最后 大量的 葱花 大概有50克左右 香油 这是香油 香油 拎在葱花上面 好 大家注意看 滋润着它 是吧 香油放这么多量 然后这个 10到20克 好 现在 调匀了 其实今天的馅儿 算是比较素的 是吧 所以我们加点猪油 但是还是相对来讲 清清爽爽的 对对对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点猪油的话 它鼓励这个馅儿吃在嘴巴的感觉 会特别特别的这个寡淡 对 这就不一样了 各种条路放齐之后 给它拌匀了 其实这个馅儿的话 大家知道吗 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我就吃过我们在哈尔滨 吃的这个菜团子 是酸菜馅儿 东北人喜欢吃 用酸菜做的菜团子 我在中国的山东呢 还吃过野菜馅儿的 芥菜 对 芥菜馅儿 还有这个芥兰 小油菜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呢我就发现 其实大家可以看 你自己喜欢的馅儿 就跟包饺子似的 对对对对 你喜欢什么馅儿 咱就调什么馅儿 今天老师呢 选择这个胡萝卜馅儿 我倒觉得 这真的是很有营养的一个粗量 胡萝卜 号称小人参 对啊 这个原材料很是普通 但是呢 营养非常营养很丰富 这是平民的滋补美食 对 你看看这个馅儿现在 调好了 它不发散了 对 就成团了 因为那点猪油的作用 有粘性了 面团也差不多发好了 好 我们看看 面发好了 准备成形 是 所以成形啊 就是我们把面分劲 分成一个一个的剂子 是 首先把面再重新揉一下 揉光了 手上也可以磨点油 让它更光一些 在这里是防止它粘吧 对 好 大家注意看 很光滑 这是一个很光的面条 这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已经发酵的很好了 对 效果非常好 发的 这个酵母的发酵能力很强 很强的 可以分劲 用手很自然的捏一下 我们手心 用这个油 开始包 其实菜团子 它这个制作是不拘一格的 相对来讲比较粗犷一些 对吗老师 对 我发现咱老北京那些面点 有很多都是相对的来讲比较粗犷 像什么门丁肉饼啊 包括什么菜团子啊 包括咱看做的麻将这个哨饼 都是不拘一格的 就是处理的方式 比较随意 比较粗犷 对对吧 好吃 主要是好吃 好吃 就是夹在一座 还得包馅儿 左手拿着皮 自然 自然这个笼起来 成个锅底形状 是 然后 馅儿要多 菜团子 菜团子就是用菜要多 没错 皮要薄 在当时的年代 是没肉 才发明了这个 对 但现在反而这是适合现代人健康 健康 这一边在包的时候 一边你有手法上的一些注意 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的弧度 来把这口收眼了 最后再用这个虎口呢 收住它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老师做的东西 真正圆形 对呀 这感觉好像是老师做的很灵活 我们放这儿醒一会儿 是 这还要再醒 再醒几分钟 醒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其实你看老师先把它压成一个圆饼 圆饼 很自然的 相对来讲没那么的刻意 这就是北方人做面点的一些风格 对吧老师 对 做成圆饼 你愿意改没这样改的话也可以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手改一改就行 因为主要一会儿弹体 厚度要匀称 厚度要匀称 把这甜 怎么才能甜更多的馅呢老师 馅多一点 皮大点 哎哟 这个手真是一副小手啊老师 一定包括手盐了 对 收了盐之后呢 一点馅没露出来 同时呢 里面甜的馅满满的 对吧老师 满满的 皮很薄很薄的 OK 我们这个菜它是一个大馅品种 明白 薄馅的品种有大馅 清馅 我们是一个大馅 老师这个我看到您在底下 铺了一层油在这个案板上 嗯 然后呢把它都放上了 放着粘 不让它粘连 我这样吧老师 这个饭要饭多少时间 5分钟 我把呢咱锅里面 这个水先烧上 对 一会儿咱去蒸制 好好好 来烧水 下面一起回顾一下菜团子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先和面团 将200克玉米粉与300克面粉混合在一起 用50度温水调匀 加入酵母 小苏打 泡打粉 或者成面团醒发10分钟 第二步 胡萝卜 芹菜 焯水 切丁 加入花椒粉 胡椒粉 猪油 葱油 香油 盐 葱姜 拌匀备用 第三步 发好的面团 下剂子 擀皮 包入馅料后 上蒸锅蒸制8分钟 香奔奔的菜团子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蒸了8分钟的时间 这个菜团子可以吗老师 熟了 关火 直接打开锅盖 对吗 对 这么棒啊 看起来 很有铺面而来的这种玉米的香味 上下两剂都有 来 太好了老师 这个蒸的绝对有水平 而且感觉咱面发的感觉很好 所以它那个胀发度也比较均匀 比较合适 要合适 对吧 这个胀发度不能太大了 大了之后啊容易容易破 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最合适的状态 对吧 那咱们现在直接给它请出来 咱们开始享用吗 装盘 好来装盘老师 好嘞老师 咱们装盘 太棒了 香满满的 而且老师 您在用筷子加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 它那个鲜似的特别的好 有弹性 有弹性 是非常有弹性 有弹性 这就证明它那个酵母发酵的还行 对 发酵的比较合适 必须要用专业的酵母才行 是吧 对没错 那咱们尝尝看呗 就是这个味儿老味道 咬开之后里面那个群菜 特别的提鲜亮的感觉 咬起来脆 咬起来脆脆的 而且那个胡萝卜那种 胡萝卜本身那种 自己的味儿已经锐减了很多了 对对对 是这种香喷喷的那种胡萝卜的香味 对对对 而咬嘴巴里面感觉呢 外皮又轩 又细腻 特别好吃 对 大家看很香的是吧 所以说呢 老师今天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酵母 然后呢 用专业的手法 才能做出来这么诱人的 然后又可口的菜团子 我相信呢 您看了一遍之后 应该也想在家里动手试试看了 那还等什么呢 明天你就在家里给家人做 相信家人也会像我们吃的一样 很开心的 谢谢我们的副大师 谢谢副大师 抓紧时间动手吧 我们下期面向远再会 拜拜